造法和求法是给水管道中的开关部件 可以开通切断水路 还可以调节水的流量 造法和求法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不同 但是呢都可以用在住宅给水管道的干路或者是迟路中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造法 这是一种常见的造法 那么造法呢它内部有两种常见的结构 那么第一种结构呢是这样的 当我们呢旋转手柄呢 往下旋转的时候呢这个阀门关闭 那么水呢就无法通过这个阀门 如果说我们讲这个 调节这个手柄使得这个阀门呢上移了 那么这个水啊就可以通过阀门 从一个接口呢通过阀门 从从另一个结构出来 那如果我们调节手柄使得阀门开启度很大呢 那么水的流量呢就会变大 那么这个造法呢还有一种结构 这是结构二 那么我们调节手柄呢 使得这个阀门下移了 可以将这个通孔呢 关闭 那么水就没办法通过了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种呢 第一这种第二种结构的这个造法呢 它这个水 它在关闭阀门的时候呢 受水的作用力比较大 所以呢 关闭阀门呢 就要需要用较大的力气 才能讲阀门呢 关闭封死 再来看一下囚阀 这是呢 囚阀 这个囚阀呢 住宅给谁管道常用的囚阀呢 主要有两通囚阀和三通囚阀 那么这是双通囚阀 也就是两通囚阀 这是它内部结构 它内部呢 有一个球形的阀心 阀心中间呢 有一个通孔 那么当这个旋转手柄 这个球形阀门呢 这个关闭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通孔啊 以这个阀体呢 垂直的时候啊 这个水无法通过 那么调节这个手柄 使这个阀门的这个通孔啊 以这个阀体的平行的时候呢 这个通孔阀门全部打开了 这个水可以流过 并且最大 那如果阀门呢 开启度比较小的时候啊 也就是转的角度呢 以阀体 处于平行和垂直之间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 阀门呢 开启度比较小 那么水呢 可以通过 但是水流量呢 变小 那么还用三通囚阀呢 三通囚阀呢 它有三个 接口 干净内部导通 不同呢 分为 干净这个手柄 旋转角度不同啊 可以分为了 T形球阀和 Olox球阀 那么T形球阀呢 它的手柄呢 可以旋转180度 比如说从这个位置呢 它会转到这个位置 而Olox球阀呢 它手柄只能转到90度 从这里 转到这里 那么第一 T形球阀呢 当手柄指向A的时候 我们看这里啊 这是T形球阀的内部导通情况 手柄指向A的时候呢 那么 A B是通的 那么当手柄指向B的时候呢 A B C 三通 内部全部通了 三个接口之间 当手柄指向C的时候呢 那么B C是通的 B C是通的 那么第二星球阀呢 当A B通的时候呢 B C 和A C呢 它之间是不同的 那么当B C通的时候呢 A B之间呢 也就不同了 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 A B C呢 三个都不同 有的三种球阀呢 内部导通情况啊 以这个图呢 不大一样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 除了 查看这个球阀 三种球阀附带的 说明书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采用 吹气的方法来判断 在用吹气法判断的时候呢 将手柄旋置某个位置 然后往一个接口吹气 同时呢 用手在另外两个接口处呢 感受有无气体吹出 以此来判断 手柄在该位置时 求滑各接口内部导通情况 再将手柄旋置另一个位置 进行了同样的操作判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